第1576集 藏猫才懒得管他 他就是随便玩玩而已 此刻他手中凝聚出了一只大老虎 大老虎咆哮 很快化为一条大狗 那是天狗 接着化为方平 方平张大了嘴巴 一口朝平山王的屁股摇去 平山王惨叫一声 方平也是脸黑 低鹤道 给我散了 这蠢猫你在干嘛呀 藏猫喜滋滋道 好玩 骗子 真可惜 以前没来这玩 早知道早点来了 好好玩呀 血红红的家伙好有意思 都凝聚成小动物了 本猫还看到有的好像是鱼呢 方平无语 那是你自己的幻想 各种组合方式 有的的确组合得像长龙 具备各种形状 可你要是觉得像鱼 那也许就像吧 方平没在管苍猫 这猫喜欢玩 那就继续玩好了 苍猫力量掌控度本来就很高 基础气血 现在恐怕也有四百万卡左右了 它气血百分百爆发 一击打爆圣男其实也不稀奇 圣男这家伙 力量纯度不如猫 被猫一击贯穿防护 打爆了金身 那是圣男太弱 方平继续开始尝试 他现在不急了 少了一些之前的急功近利 这一次 在这儿 他也许会收获巨大 力量的掌控度提升 也让方平的预骨 淬炼度都在提升 各种能量融合 甚至有助于原力的融合 这是多方位的提升 眨眼间一天过去了 一天一夜 众人无声 都在默默修炼 而此刻 方平身体微微一震 这一次 他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了 最适合自己的组合方式 他第一次感受到 当力量组合不同 适合自己的情况下 力量居然可以淬炼自身 暖洋洋的 没有那种力量强大的障碰感 也许我真的找到了 占天地 方平喃喃自语 占天地真的还想夺赦重生吗 他不确定了 这样的人物真的会去转世 然后夺取转世身吗 他对自己的道不自信吗 他会觉得自己的道错了吗 也许他真的死了 方平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 是不是真的死了 他不知道 可此刻的他 对占天地还是少了几分警惕 就凭这些组合战法 占天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人物 他只愿意活成自己吧 哪怕错了 老王老王 你心中藏着事儿 就当自己多个师父好了 也许会好一点 方平嘴角微微上扬 老王那家伙心中 还是藏着一些事儿的 希望他自己可以克服 而这也不是方平可以开到的 此刻的方平再次看向自己的数据 这一次进入这密地 刚进入两天 他就觉得自己收获巨大 这地方来得值 财富2550亿点 气血355万卡 上限355万卡 精神 31500赫 上限31500赫 预估 进度25% 本源世界915米 战法 斩神刀法 增富15% 本源道 增富109% 括号 甲道 力量掌控 96% 极限爆发 1039万4400卡 上限 1082万7500卡 96% 力量掌控 而这是因为本源存在 若是本源不在 方平觉得 自己哪怕到不了百分百 也有可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掌控 而战天帝真的可怕 他有本源 他在有本源的情况下 他做到了百分百掌控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连外来的力量居然都彻底纳住了几身 达到了完美掌控 哪怕有朝一日他的本源消失了 战天帝也许都能迅速锻造更强的肉身 更强的精神力 更强大的气血 还没有任何阻碍 直接顺利掌控 这才可怕 一般情况下 哪怕提升境界 一开始力量掌控是必然下滑的 而战天帝应该不会 因为他曾完美掌控过超越自身的力量 这一点 方平曾经在六品镜的李老头身上看到过 然而 万卡的完美掌控和数千万卡的完美掌控 难度还是截然不同的 李老头也很妖孽 他六品镜的一件 哪怕到了今日都让方平记忆犹新 若是李老头有足够的时间 也许也能达到战天帝这一步 本源再次被削弱百分之五 战法增幅确实上涨了百分之五 预估淬烈也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本源削弱之后 方平爆发力高达一千万卡以上 这两关下来 方平爆发力其实没增长多少 上限也没增长多少 然而真的不同了 之前他靠战法增幅不用本源 都击溃了圣南 从这儿来看 他不用本源也要比一般圣人强大一些 百分之九十六可以破关了吗 方平看向苍猫 这一看方平愣了一下 此刻的苍猫爪子在掏东西 是的 掏东西 他爪子居然伸了出去 伸到了屋顶之外 这猫玩得不亦乐乎 好像已经忘了正事 方平呆之中 迅速腾空 低喝道 大猫 你在干嘛 苍猫吓了一跳 急忙收回了爪子 一脸呆猛挠着脑袋说道 没干嘛呀 别骗我 手上什么东西 没有 我没手的 爪子上什么东西 苍猫嘀咕一句 爪子伸了出来 方平愣了一下 此刻苍猫的爪子上有东西 一条小鱼活的 都说没什么了 就是一条鱼呀 谁给你的 这地方怎么可能有鱼 不 这不是鱼 方平急忙拿起小鱼 这一拿起感受到了一些不同 这条小鱼好像是活的 然而 它不是生命 是一股浓郁的生命之力组成的 方平皱着眉头看向屋顶 伸手抓了一下 确实无法打开 方平皱眉不已 大猫 谁给你的 你怎么伸出爪子出去的 就这样啊 苍猫爪子再次伸了出去 很快屋顶破开了一个小小的洞口 下一刻一双带着好奇的眼睛 展露在方平眼前 喵 屋顶上好像也是一只猫 此刻传出了一声略现疑惑的猫叫声 接着眼睛离开 很快一只带有梅花印的猫爪伸了进来 苍猫也伸出爪子 彼此握了握爪 方平都看呆了 外面是苍猫 苍猫和外面的苍猫握我爪 接着看向方平喜滋滋道 这也是猫呢 不过好像不是本猫呀 它好像有些不对劲 方平此刻已经糊涂了 很快方平伸手摸了摸那只猫爪 那只猫也没避开 这一摸方平微微一致 只感觉浓郁的生命力在往自己的体内用 它不是你 方平喃喃一声 苍猫点头 是啊 不是本猫呀 不过感觉和本猫长得一样呢 嗯 还感觉它好好吃 骗子 猫可以吃猫吗 方平哭笑不得 这时候你居然还惦记着吃 此刻的方平好像有些了然了 低声道 外面的世界 是生命的世界 一条鱼生命力浓郁 一只猫生命力浓郁 好像都是完全的生命力组成的 那这么说 外面的世界很有可能是一片充斥了无限生命力的地方 至于这只猫是苍猫的样子 也许是历史的一个流影 而非它之前想的投影分身之类的 外面到底是什么 方平喃喃一声 看向苍猫 可以出去吗 好像不行呀 只能钻个小洞 出不去呀 不过本猫感觉到了 可以走门出去 可走门出去 也许就是下一关了 走屋顶才能出现在外面 看到这只猫 方平点头 他也感受到了 他可以走门离开 进入下一关 然而无法走屋顶出去 因为屋顶恐怕就是外界 十三关之外恐怕就是外面的世界 生命的世界 此刻的方平还不知道天壁之前 曾对铁头说的那番话 否则这时候的方平 也许已经能猜到一些东西 这一处密地和种子有关 苍猫无法出去 那只猫好像也没办法进来 只是钻了个小洞 让两只猫彼此交流一番 而方平此刻再次干起了忽悠猫的大意 苍猫 告诉这生命猫换吃的 用猫粮换生命鱼 一包换十条 速度点 苍猫都惊呆了 你好黑心啊 那生命力 他也感受到了 好浓郁的 恐怕一条小鱼都有一位 地级强者的生命力强度 骗子要用一包猫粮换十条鱼 黑心鬼 尽管觉得骗子黑心 苍猫还是喵呜喵呜的 和外面的生命猫交流 换吃的 猫粮换生命鱼 猫粮很好吃 比什么鱼头腰天王鱼都好吃 谈起吃的 苍猫谁也没怕过 外界的生命猫有可能是截取了 苍猫的一段生命片段 如此一来 苍猫吃过的 这生命猫未必吃过 可生命猫吃过的 苍猫应该都吃过 除了这些生命鱼 几次三番交流下来 很快苍猫看向方平 有些委屈 他还价了 说三条鱼换一包 骗子 他还价好厉害 比本猫还厉害 想他苍猫第一次和老张做交易 也没这么还价 这生命猫怎么能还价 比他还厉害呢 方平呆滞中 你不乐意 你这猫傻缺了吧 一包猫粮换三条生命鱼 堪比一位圣人的全部生命力 你为何会觉得吃亏了 你这猫真是连自己都啃 这外面的猫 也许就是你的生命片段 你居然还吃醋了 我都没法说什么了 方平哭笑不得 使劲地揉了揉苍猫的大脑袋 这傻猫没救了 苍猫和外面的生命猫达成了协议 很快 苍猫拿出一袋猫粮 喵无教导 二猫 可以换了 方平再次无奈 这是你给外面的那只猫取的名字 二号苍猫的意思 外面 那只猫的爪子再次伸了进来 抓住了零食袋子 很快零食消失 苍猫爪子中多了三条小鱼 不过双方没有继续交易 显然 对面那只猫觉得要先验货 方平隐约间都听到了 袋子被抓破的声音 而苍猫 这个小奸商此刻还在忽悠生命猫 很好吃的呀 比大鱼好吃多了 三条小鱼就换了一袋 你好会买东西呀 这猫夸了生命猫一阵 方平听着想笑 两只猫的爱好显然还是有些相同的 很快 爪子再次伸了进来 外面的生命猫喵无叫道 还要 显然觉得挺好吃的 苍猫念念不舍道 本猫也不多了 那就再换给你一点吧 一袋 两袋 两只猫继续交换着 而苍猫 此刻也一边交换 一边吃着生命鱼 美滋滋的 吃一条 丢一条给方平 剩下一条存起来 他要存着吃 方平也没说什么 任由苍猫发挥 而下方 平山王现在已经翻了过来 大肚子给苍猫踩着 满脸的呆滞和震撼 我靠 这也行 人族这点吃的 能换来这个 他感受到了 那一条小鱼的生命能量 比自己的生命力都要强悍许多 难以置信 真的长见识了 原来 交易是这么做的 他忽然觉得自己 这几百年都白火了 看看别人怎么混的 难怪方平年纪轻轻 就到了天王景 就冲着做买卖的能力 谁比得上 藏猫还在继续和生命猫交易 两只猫此刻依旧喵无直觉 有时候并不说人话 方平听的也不是太理解 猫和猫之间 显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交流 藏猫一边交流 也没忘了给方平翻译 二猫说 他是来找大狗的 一直没找到大狗 不知道大狗是不是被打死了 本猫问他小鱼从哪来的 他说捡到的 问他外面好不好玩 他说不好玩 好多人欺负他 让本猫帮他去打架 他说他不打架 藏猫一脸认真的转述 方平瞥了他一眼 转述什么 你干脆就说和你一样好了 你问他 外面的世界是否是天界 藏猫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帮着问了一句 很快那边传来了一阵猫叫 藏猫翻译道 他说他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好大 哦 他说他闻到了大狗的味道 不交易了 他要去找大狗了 大狗 天狗 这地方也有天狗 和这猫一样的生命狗吗 方平还没来得及开口 上方的小洞口忽然开始愈合 藏猫急忙接过一些小鱼 嘀嘀咕咕道 走了 说要去找大狗了 那只生命猫离开 他一离开 洞口也开始愈合 而藏猫数了数手中的小鱼 还算满意 递给了方平三十条小鱼 前面也给了十多条 这么一会儿功夫 方平收获了小鱼四十多条 藏猫一开始还喜滋滋的 他收获是方平的两倍 可很快 忽然猫脸呆滞 接着气急败坏道 骗子 二猫少给了本猫三条鱼 方平心累 你才发现吗 我以为你多送他一袋零食 合着是那只猫故意少给你的 看样子也不是个好东西 不过方平也没太在意 零食而已 不值钱 这么一会儿功夫 收获了这么多生命鱼 也是意外之喜 将这些生命鱼收了起来 存到了本源世界中 方平这次不准备自己浪费 他准备带回去 送给人族强者 生命能量 对开辟大道未必有帮助 可对武者锻造金身 帮助大的可怕 好 感谢观看